俄罗斯一架反潜巡逻机23号在日本北海道里文岛附近空域 三度侵犯日本领空 迫使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首度释放热焰弹警告恶机 目前日方定调俄方行为挑衅 以针对俄国提出严重抗议 据外媒报导日本防卫大臣牧原人表示 日本将对俄军航机及潜艇陆续侵犯等相关作为 感到强烈的危机意识 未来若再有类似侵犯领空情势 将毫不迟疑立即反制 日本航空专家分析 加上中俄潜艇日前曾通过日本中国海峡 反潜巡逻机的任务就是搜索及监视水面舰及潜舰等活动 推估俄军这次的飞行很可能是中俄军事活动的一部分 中央社综合报导 中央社综合报导